最近,在雷霆一号行动中,杭州小山警方经过前期周密部署,对一个利用网络发布招票信息的组织卖淫团伙,进行集中抓捕,一举铲除了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。 在浙江多的流窜作案的荒流,然而另办案民警唏嘘的是,抓获的涉案成员中,竟有一对亲姐妹,姐妹俩白天黑夜轮班,24小时做着这种事。 近日,萧山区新唐派出所获得线索,辖区内的一处宾馆,常有男子频繁出入同一房间,多的时候一天竟有十余名,通过调查民警判断,这可能是个卖淫窝点。 且房中还有一名女子,很快警方蹲点后,实施了抓捕行动,随后萧山警方吩咐绍兴,大江东区等的同时展开抓捕,一举破获了这个卖淫团伙,抓获了包括34岁广西籍主办曾某在内的涉案人员30余人。 审讯中,民警发现卖淫人员,中竟有一对年轻的亲姐妹,在看守所里我们见到了姐姐吴某,姐妹俩来自贵州农村,姐姐23岁,妹妹22岁,因为家里条件差,姐姐早早地出来打工,到过不少地方,然而因为交友不慎,姐姐认识的男朋友是渣男,欺骗了感情后,还怂恿胁迫,她去做卖淫的勾当, 后来又在朋友的怂恿下,染上了毒品,嫌疑人吴某,18岁吧,那时候什么都不懂,我就跟着她男友去了,就开始走上那条路,随后妹妹念完初中后,也从老家过来偷靠姐姐,慢慢知道了姐姐的赚钱,知道,因为之前整容欠下数万元债务,也产生了入伙的想法,而姐姐竟然也同意了,姐妹俩先后辗转,在广东,金华等的 卖淫,今年7月姐姐带着妹妹来到萧山,依附在老板曾某团伙内,包下一些酒店的房间,作为卖淫窝点,平时曾某利用手机微信,发布招嫖信息,安排嫖客与卖淫女发生交易,并计算每天的业务量,但约定的提成比例,和卖淫女分取嫖子牟利, 而姐妹俩平均每天接待十多名客人,姐姐白班,妹妹夜班,一天下来大概能赚到四千多块钱,这些钱大部分被姐妹俩用来购买名牌服饰,化妆品挥霍,嫌疑人吴某,做一次四百块钱,她收250我们自己150,我上白班,她妹妹上晚班,目前,包括嫌疑人曾某和吴某, 两姐妹在内的五名嫌疑人已被刑拘,其余涉案人员全部被依法行政拘留,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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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点栏目